大家好,我是信仪房屋,竹北福星店,我叫佳玉 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高铁知名建商,惠宇上城 我们这间房子屋况非常的漂亮 我们一起看下去,GO!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层两户,两部电梯,两部逃生梯 总户数有80户,它的门是防火门,因为这个频数比较大 当初建商为了让比较大型的家具可以进出 所以它这样的设计是比较贴心的 我们一进来可以看到一个玄关,它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屋主当初有设计一个有穿透延伸的感觉的一个屏风 屋主在这边有特别有设计有质感的一个收纳空间 也把便电箱也放在这里 下面的话它有做一些可以放鞋子的设计 以及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它有做一个通风 那我们如果说鞋子放在这里,也比较不会有一些味道 它这边有做一个比较高的空间,是可以放我们的衣服 在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放一些我们出门的一些钥匙 这边有扒头,屋主这边还有做一个灯的一个设计 可以提升这边的美感跟质感 假设我们有一些喜欢的艺术东西可以放在这边,也会相当的漂亮 在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屋主我特别非常的用心 有去找意大利的进口瓷砖做一个美化的一个设计 它每一块的纹路是非常的不一样 它在我们到这边客厅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那我们的客厅它是朝西南的,快看出去会有绿油油的树梢 这边当初是3加1房,那在这边现况的话,我们是做一个开放式的书房 这边的长度大约大概4米5 那现况的话,屋主用的电视其实算是比较小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再用10到80寸的电视都是非常足够的 你会感觉一进来非常的开阔 原因是,我们这边的装潢之后,它的高度大概是在2米9 全市这边客厅的部分,它是做那个吊饮式的冷气 那屋主还有很用心的地方是 它全市的地板,木地板都是用那个德国的品牌木地板做一个设计 那看整体看起来的话会比较温馨 我们把这个门关起来,瞬间你会发现说没有了声音 建商当初有规划是6加6的柔衣焦和玻璃 还有顶级的那个七米窗,所以感觉上隔音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开放式的书房 那屋主当初这边是有放书桌,它们办公桌的空间 地下游有做一个地叉的设计 那如果说我们未来要在这边做台灯啊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办公室都非常的适合 屋主本身非常爱阅读书籍 它有做比较多的度假设计 再来这边的话它有用一个美式的百叶窗 又是白色的,跟整个风格上面是做一个连接的 是质感上面会非常的提升 餐厅的空间也非常的宽敞 我们现况啊,它是属于6人用的一个桌子 那你再看旁边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如果说未来可以做到8人座也是非常适合的 家族聚会啊或朋友聚会 这边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大家聚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来看开放式的厨房 我们首先这边有一个中导 空间上面使用非常的足够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收纳空间 很少看到这个建商会附造那么用心的一个设计 个子比较矮的 要拿一些餐具的话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它整体是用白色系列的一个设计 再来的话就是那个Bosch的洗碗机 如果不太喜欢洗碗的 用这个洗碗机非常适合 有樱花牌的那个瓦斯爐 还有臭烟机 都是建商当初就标配的 那再来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屋主在这边有特别用意大利进口的瓷砖做一个设计 它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清洗 因为这边的空间非常大 所以屋主在这边有设计两个电器柜 它是用Bosch的烤箱 再来我们打开里面的空间非常的深 再来我有发现一个小巧思 屋主是本身比较注重小细节的 它全市都有用Bron的晚冲背包 一般来讲建商会只有配一个锁 那这个建商比较特别一点 它在那个门上有做三个锁 再来我们到这边的阳台 它的阳台的空间非常的大 当初建商有规划 热水器要放在这边 也会比较安全 冷气这边做区隔 就不会吵杂声那么大 再来我们来看那个露台的空间 这是我们二楼的约定专用的露台 它的空间大约有七瓶左右 还有在这边还有用心做一个插头的设计 假设我们要在这边做休闲休息的话 这边可以插东西可以在这边喝咖啡 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有些人喜欢种植园艺的话 在这边也可以做一些你们的绿美化的一个设计 这边的露台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它只有这一间有两面都是海光线 在别间的露台户 它是会被后面的透天去挡到的 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公共的卫浴 建商当初规划的是一个干湿分泥设计 还有一个对外窗 那它这边采用的马桶是德国品牌 那它是用壁挂式的 那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在这里它是可以放卫生纸 让我们非常的便利 在我们介绍最漂亮的赤卧空间 来这边赤卧的话 它可以看到外面的露台 如果说像有喜欢种植植植栽的绿美化设计的客户 我们在外面种植 其实在这边的空间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舒服 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风景 在我们赤卧的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它跟我们客厅的朝向是一样是朝西南的 所以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说绿油油的树梢是非常非常的棒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赤卧的空间非常的大 它的现况的话我们有放了一个双人床 现况屋主也有定制衣橱 空间非常的大 非常好运用 再来它的设计是属于比较木头色系的 提升整个房子的质感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主卧的空间 现场看你们会发现说非常非常的宽敞 在现况的话 我们是用Green Size的双人床 屋主非常的用心 又做整面的衣橱 用木工定制的 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充足 可以放一个大的棉被 深度也非常的够 那重点是现况屋主维持的非常非常的好 它跟客厅一样 我们都是坐北朝南的 那我们看出去都是素梢的美景 早上我们这样睡起来看一下 哇 可以看到外面的酷梢 你会让整天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说女主人啊 有需要一些法饰啊 或什么可以放在这边都是非常的适合 下来我带大家一起看主卧的卫浴 我们先看一下 建商它有配置的拼接花纹的瓷砖 整个整体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那再来我们看这个面盆 它是用德国品牌 DRAVI的 建商标配一个TOTO的免制马桶 在这边的话 我们有做干湿分离的卫浴设计 它在这边也可以 我们休息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泡澡 重点是这边有对外窗 海关跟通风非常的好 来再来我们看一下上面 有四合一TOTO的暖风机身 让我们整个卫浴会保持的通风 不会潮湿发眉 我们设计很贴心 如果说你们有去大卖厂买东西啊 推这个都非常的方便 Go 再来我们是这两个 3132 这是属于大车位的 我们这旁边是柱子 双车位连在一起 如果说你们要下来停车的时候 是非常方便的 惠宇上城 它是台中惠宇建设 来新竹的第二个建案 它的建材跟用料 还有售后服务都非常的好 在这个社区比较特别的地方要跟大家说 它全市都有环水系统的设计 还有它的楼板是有中控楼板的 它的隔音相对的会比较好 那它的飘高大约是在三米四左右 所以实际上你们进来的话 会感受到整个房子的开阔性跟延伸性 它会比较宽敞 那高铁区环境也越来越好 我们旁边有DAVEN也有全联 在过去一点也有佳乐福 它到河岸我们走路也大概五分钟而已 这附近的环境还有绿地都非常的多 我们上城社区的公社有 健身房还有教育厅还有试厅室 今天惠宇上城的影片就到这里啰 如果对这个房子有兴趣 欢迎联络 我是鲁北福星店 我叫佳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